今天流氓国明天抗中共伙伴国 中共第三艘航母现行 永远找不到大义症源头怎么办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美国1945网站发表 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高级理事 前外交官网站主编卡赞尼斯的文章说 中共国日益增强的威胁成为现实 将为美俄建立完全不同的关系 提供正确的政治条件和转机 回顾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当时的美中关系显然是对抗性的 但当双方都认识到苏联是更为紧迫的问题时 美中关系便迅速发生了变化 今天美俄两国都有理由担心 国际秩序的变化会冲击他们自己 正如历史一次次显示的那样 一个试图推翻国际体系的正在崛起的强国 能够使最专注的敌人迅速联合起来 文章说 从美国今天的整体战略前景来看 华盛顿面临着来自北京的明显及时的威胁 中共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推翻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 由于冷战结束 华盛顿和北京不再是亲密的伙伴 取代对苏联的恐惧 并维持双边关系可行性的 是发展起来的经济和金融伙伴关系 但由于中共国盗窃数以亿万计美元的 知识产权和秘密军事技术 导致数百万个工作职位从美国流失到中共国 造成巨大的贸易逆差 北京正迅速成为华盛顿的死敌 而问题还不止于此 美国和中共国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问题 随时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 未来可能引发武装冲突 控制亚洲大众河水道 海峡是地缘政治的宿命 美国和中共国似乎正面对 谁将不仅支配亚洲 而且支配大得多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问题 俄罗斯目前可能不想承认自己也有中国问题 莫斯科和北京现在都说 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经济联系日益增长 签署了能源协议 俄罪先进军备对华强劲出口等 两大国间至少从表面看似乎一切都很好 但这种关系不会持续太久 从长远看 莫斯科特别关注北京的意图 首先 中共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 有助于将前苏联中亚大片地区 连接到北京的轨道上 中亚几个前苏联合盟国和北京的大规模能源协议 使中共国比俄罗斯占有更大的经济优势 莫斯科必定担心 假以时日 他的这些近邻将牢牢地落入北京的控制下 其次 中俄间的军备不平衡 随着时间推移将不利于莫斯科 中共国继续接收俄罗斯最先进的军备 如S400防空系统和苏35战斗机等 很可能像过去那样窃取 复制俄罗斯军事技术 用于其国产武器系统 或以更便宜的价格对外输售 直接在利润丰厚的武器市场上和俄罗斯竞争 更危险的是 如果俄罗斯和中共国之间发生冲突 莫斯科的军事技术就会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 历史表明这并非不可能发生 最后 俄罗斯和中共国历史上存在争议 北京可能有一天会清算历史旧账 一些中国人将俄罗斯亚洲的部分地区 视为古代中国的一部分 也许有一天 当中共国实力更强大时 北京会像现在宣称 拥有南中国海岛礁和水域的主权一样 宣称对俄罗斯亚洲部分和弗拉迪沃斯托克拥有主权 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立即发生 而且乌克兰或叙利亚的武装冲突 可能会推迟甚至破坏任何地缘政治重组的机会 但美国和俄罗斯 未来很有可能站在一起对抗中共国 虽然今天我们把俄罗斯看成流氓国家是正确的 但明天莫斯科可能成为遏制共同敌人的伙伴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发表该中心中国实力项目高级研究员法奈奥勒的文章说 最新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 中共国建造的通常被称为003型的第三艘航空母线取得了重大进展 003型航母至少从2018年底开始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 在过去几个月里 船体的预制部件已经被组装好 2021年5月30日的卫星图像显示 飞行甲板现在已经部分完工 中共国的第三艘航母比之前的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要大得多 辽宁号和山东号都长304.5米 003型的水晶尺寸长约300米 宽40米 飞行甲板形成后 该舰的总长度已经达到大约315米 最宽处也已经扩大到74米 随着工程的进展 003型长度将继续增加 可与之作比较的 是美国海军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代使用的小鹰级航母 小鹰级的水线长度约为300米 全舰总长度324米 除此之外 广泛预料003型将拥有平顶飞行甲板 装备弹射辅助起飞及拦阻回收系统 比辽宁号和山东号的舰载机滑跃起飞系统先进 因此003型能够起飞载弹量和燃油量 更大的固定翼舰载机和推重比较低的大型飞机 目前大多数弹射起飞系统都是由蒸汽驱动 而美国海军最新的福特级航母已采用了电磁弹射系统 起飞效率更高 耗能更少 更便于维护 有传言说 中共打算越过蒸汽弹射系统 为003型配备电磁弹射系统 此说法虽然未得到证实 但改变建造方案将是重大挑战 或将推迟建造时间 003型增加尺寸 改进起飞系统 使之能容纳更大型的舰载机 如空警600舰载预警机等 这将显著提升中共海军的战场环境感知和作战能力 预料003型内藏飞行甲板操作指挥中心 雷达及通讯设备等的舰导 将比山东号更加小型化 为飞行甲板腾出了宝贵的空间 目前003型许多部分尚未完成 许多细节还无法确认 如果003型航母的建造速度与山东号大致相同 可能要到2022年才能下水 之后还需要几年才能完成列装 完成海事 然后才能加入中共海军服役 届时该舰将大大加强中共海军的实力 使其能更有效地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投射军力 美国1045网站发表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 奥巴马政府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退役中将格雷格森的文章说 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追寻才刚刚开始 此后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拜登决定由美国情报部门确定新冠肺炎的源头 并在90天内报告结论 这位获得答案留出了一些时间 如何做结论 是确认实因是事故 自然原因 或不做结论 其后果都将是挑战 结论并不等于解决办法 在这个充斥着病毒武器化 恶毒阴谋论 对政府和专家意见不信任的时代 不能指望任何结论已经宣布 问题急以解决 目前实验室和专家界各种不同意见 从逻辑上必然指向情报界的关键作用 但同时情报界又有遭到反对的可能 不论外国还是国内的观察者 都可将情报界的参与央谋化 使其动机自私 目的未掩盖而不是揭露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早期曾指控美军运动员是武汉病毒的源头 既然情报机构要在未来90天或更长的时间里搜证 美国就需要为得出结论和下一步行动制定计划 以保护美国的外交政策 国家安全利益 国内公共卫生和国内安宁 但即使宣布了最终发现并得出结论 这种努力也不会停止 关键是如何展示任何发现 在外交政策方面 这是各国民主国家可以结成利益性同盟的另一次机会 但也可能导致分裂 每一步努力可能都必须包括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民主国家 如果美国想要盟友和朋友着陆 就必须使他们在起飞时登机 文章还认为 韩英邀请中共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磋商 排除他们将会增强敌意 尽管中共预期会拒绝透明合作 美国还是必须为北京敞开大门 持续的接触是必要的 在民主国家阵营 美国还以努力在所有支持自由 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的人中 建立坚实的联盟 也包括在预防和控制疾病方面建立坚实的联盟 中共政权对于世界对武汉实验室的管理 疫情处理 缺乏国际合作 以及新冠病毒由动物传播给人理论的质疑 将提出强烈反对 美国必须加强自己的信息宣传运动 对其他结论背后的动机 提出强有力的质疑 美国必须确保传达一致的信息 表明美国质疑的是中共政府 而不是中国人民 在美国国内 已经出现了对亚裔美国人 和太平洋岛公民及居民的抵抑问题 如果任由事态恶行发展 将出现必须结局 民主共和两党对新冠源头的认定也存在分歧 许多当时拒绝充当公众人物的专家 现在的观点已变得更加开放 为消除世人的高度怀疑 必须公开令人信服的理由 就算我们永远找不到最终答案 也必须找到某种避免大义症悲剧重演的方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